要请你建立程式资料 程式资料 有ID 然后有name 可以吗 我们就先建立六个就好了 然后我现在要教你 怎么样直接把这个资料 一口气味进去 因为这个资料以后全部都会给你 然后你要想办法把它直接串进去 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再打 一个一个打是不是create 对不对 好来请打开Excel 请打开Excel 我的最左边好像不见了 哦有了 这个叫做ID 然后name 请打这六个就好了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还有桃园 新北 请打这六个就好了 就你打开Excel 然后请打出ID 然后name 然后请把它存成csv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学会create了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要教你另外一种create的方式 一口气我们就直接去建立很多个表 很多个资料点进去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那个都不能把那个小写的台 可是可是你以后拿到 例如说公家机关的资料 还是有很多 你们都是写小写的台 所以我们全部都要想办法去做一个转换 好来把这个资料储存起来 储存成csv 接下来哦 我们已经有这个资料了 这个资料麻烦请一定要放到 D磁碟机 对不起 那个文件 文件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叫做Nil4J 然后我刚刚建立了一个资料夹 EX2017128 这里麻烦请新增一个 这个资料夹叫做Import 把它贴进去 这都是固定的哦 这都是固定的 以后有任何输入的资料 全部都放在这里 全部都必须要放在 例如说Import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因为刚刚是教建立一个 Label 建立一个点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我们可能会拿到人家已经做好的一个资料表 我们直接把这个资料表一定要存成csv 然后把csv读入到Mil4J里面 所以怎么读呢 首先我们是呼叫Load Load 这一个指令 然后呢 是呼叫csv这种格式 记住通通都是大写 然后Vis Vi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就是有嘛 有带那个标题 那所以就h-e-a-d-e-r-s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在打的时候 第一列是不是标题列 是就一定要with haters 然后接下来告诉他路径 from 两点 这边路径就是file 斜线 file冒号 斜线斜线斜线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的那个名称 你不用告诉他路径 他主动会去抓你 那个input下面的资料 所以那个input不要打错字 你打错字他就抓不到了 ct 点csv 好 控一格 然后as 控一格 row 这是什么意思 us us是当什么什么时候 那他这边的那个 row 就是一列一列独入进来 一列一列独入进来 好 这个 这个要把它删掉了 不然到时候会重复了 台北市会重复 没关系 重复你再把它删掉好了 那 你看 这边 这边我们是不是 打好这一列 可是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因为 我们呼叫 把这些 叫进来之后呢 叫进来之后 请问一下 我们要不要把 那个 台湾跟 这些城市 建立关联 要嘛 所以 下一行 我们就要去输入 这样子一个关联 输入什么呢 输入 match 为什么要用match 就是我们现在要找 找台湾 找到台湾 可以吗 因为你不能直接讲说 这些城市跟台湾建立关联 所以因为台湾可能会有很多 我们必须要描述清楚 所以呢 match c 冒号 例如说 country 因为现在就只有一个label 叫country 然后 控一格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id 你打id 我是要告诉你 最正确 最标准的打法 就是id 控一格 886 逗号 然后nam 空一格 空一格 台湾 当然啦 如果 如果你不想要这么功夫 空一格 ename 两片 冒号 空一格 然后 tai wam 其实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 现在 这些完全不打都无所谓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 可是 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样做 绝对不会有错 就算你今天 low 就是 假设你打台 对不起 他就找不到 就是 当你汇入资料 他找不到要去 match 在意 他找不到要去 relation的 对象 这样可以了解 如果你只打了一个台 或弯打错 或字 或是打到小写台 对不起 他就match不到了 好 然后 再接下来 下一行就要输入 with with c 逗号 然后 row 就 李博 李博士告诉我的一个概念 他说 这边 这边等于是说要把那个记忆释放 好 shiver 叫enter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merge在一起了 就建立关联 就是 就是 这一行 这一行在呼叫那些程式记录内容 把它抓进来 这一行是要呼叫country 这个node 然后这一行在释放所有的记忆体 应该叫做使用 with with就是带有 带有什么 与什么是有关系的 好 就是说 我现在要提取这里面的c 这里面的c 还有row知道吗 row是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个row 好 就是那一列一列的记录 好了 所以全部都提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去看merge 好 所以merge 就是我们要准备建立关系 使用这种方式 merge什么呢 merge 括弧 d 冒号 city 然后 这个形式的意思是说 这个形式是说 刚刚我们是不是建立一个点叫做 我们用的是create 对不对 现在这边是不是会看到这个merge 这个merge 它其实就是creator的意思 好 可是creator creator跟merge 它最大的差别 merge是没有 它就帮你 补 那creator是 不管你有或没有 它就帮你新增 所以这两个最大差别是这样子 好 所以用merge会比较好 而不是要用creator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建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label 那当然就是这第二个label叫做什么呢 d冒号 city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个city 里面呢 我们必须要有两个 一个是id 刚刚你们不是要打id吗 冒号 空格 row 逗号 row.id 它的意思就是 刚刚我们提取那些资料不是有一个标题 标题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id 所以这边我们要输入row.id 逗号 是不是还有name 冒号 然后这边一样是row.name 不能打错这种 那边叫什么 这边就必须要叫什么 这样才对得到 你们刚是不是输入name 对吧 一个是id 一个是name 如果你知道我打的话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还有做那个 精度跟纬度 你们只要做到这边就好了 逗号 因为我一定要塞给它对应的 所以我还有什么 longitude 冒号 你看一下在这边 那个 把 longitude 是精度 把精度呢 to float 就是转换成数值 否则它会入预设是文字 所以 to float to float 它又是函数哦 它这个地方 to float 是 把那个属性 把那个 property 里面那个数值 转换成 那个 辅点函数 辅点数 为什么要转 如果不转 它是文字 文字到时候 经纬度读不懂它 尤其tabral 它读不懂 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 一定要把它转换成数值 因为它预设 通通都是文字 然后接下来 斗号 精度做完 我还有什么 纬度 lay tip to 这边 到时候你们实际在打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问题 ow.latel to 然后接下来 shift 叫enter 好 这里还没打完了 反正 只要注意看 有没有那个 那个 porn符号 那就是错误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建立那个关联 建立关联 所以怎么建立关联 merge 可不可以用create 答案是可以 但是真的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以后最好都不要用create 反正你就忘记这个功能 你只要记住merge就好了 好 merge什么呢 刮弧 d 因为我们一定是这样 例如说 d d是什么 d是cd 这个label 这个node cd 它 它怎么样呢 我先把那个关联的建立 反正这就是 点 然后关系 点 它一定是这样建立关系的 就是merge 两点之间的关系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输入d就好了 这个d所代表就是cd 然后建立什么关系 建立关系 我也可以给它一个变数 r 冒号 例如说 那个 程式应该 是属于吧 就是 就是 belong 然后 刮弧 这点很重要 就是 请问一下 你觉得 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 label 建立它的一个属性 像例如说 国家 国家 它的属性 有id 有name 这应该没问题 我想这大家 应该都会觉得 对 应该要建立这个属性 可是 关联 关联要不要建立属性 因为你看到 大结果 这就是 这就是 属性 那你们觉得 关联要不要建立属性 为什么要 念之功能 他会觉得说 多此一举 可是 可是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光这件事情 我就听他们两个老人家 在那边吵 我就觉得说 我听到最后 我的想法是说 应该是要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 因为当我们后面 我们再去找资料 我要捞资料的时候呢 我有多一个关联 特殊的关系 例如说 我只要找 谁修改的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会 把那个谁 editor 然后编在这里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因为通常两个 两个label 两个点 很好找 可是有时候呢 假设我们今天 要找说 这个关联是由谁建立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因他的property 来去做寻找 好了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建立关联的 created 就是 dash by 比如说自己的名字 那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 这个 要多加一个 大于的符号 就是 这个点 这个 d这个 node 要对应到 这个 是c 就是 城市 对应过去 城市是属于 国家 可不可以用 site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颠倒过来写 就是 这个放小于符号 然后这个 把它删掉 可以 你高兴就好了 反正那个方向 方向就是 谁对到谁就对了 你可以写说 国家里面 have 台北市 可以啊 台湾 have 这个关系 然后台北市 可以 可以颠倒过来 也可以 台北市是 belong belong 台湾 好 没问题哦 OK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哦 这一 这一堆东西 打完 你们 有感觉吗 就是 create 很少 很少在使用 一个点的 没有人在使用 例如说 我要建立 那个 19 19 19 98年到 2017年 你是不是 先打好一个 esale 我觉得这样 还比较快 好 那我们现在就 执行 他就帮我建立了 22个 label 因为我刚刚那个 城市 我有22个 台北 台湾有 22个 县市 22个县市 然后 总共 我这边一定花 比较多的 时间 应该都成功 有没有不成功 反正 如果你有看到 那个 波浪号 那才是正常的 你怎么叫出来的 那是全部的意思 好 那你看 你看 你看 现在 现在 如果 我点 city 我点 这个 这个是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的 label 我点 city 我是不是出现 出现 我有22个 22个 22个 好 那 如果 我现在 我点 这个 country 好 那 可是我觉得 当我点 这个city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 match 然后他给他一个变数 是cd 然后return unlimit 25 就最多 最后他只呈现25个 好 然后点到country的时候 country是不是只有一个 然后 如果你点 左边 这个新字号 那就是全部了 所以这边 他这边就会呈现 总共有23个 country 这个label 这个node 有一个 然后city 有22个 然后每一个 之间的关系 全部都是 belong 但是 property 都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你要看 property 你可以 游标放在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property 上面 就是 游标移到 任何一个 property 上面 他下面 是不是会告诉你说 id13 create by can 有看到 id13 这也是 这也是 那个时候 直接付与给他 编进去的 所以 请问一下 load 会了吗 load CSV 会了 所以 请你们 不要一个一个 在那边建立 我们一定是用CSV 整个汇入进来 所以到时候 汇入进来的 到时候 汇入进来 是不是还会有 例如说 有data的资料 data 因为这张图 这张图 所以我们刚刚 是不是做好了 台湾 还有 市 对不对 那会不会做 台北市有12区 好 你看 那基本做法 刚刚非常像 就是 我这边 我就会先准备好一个 distinct 那为什么都要有 精度跟纬度 因为到时候 我都要做 地理分析 好 所以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 你们应该会把 把那个 12区的 distinct 这个区的资料 全部都汇入 到 所以到时候 我就给你 我已经做好 那个资料库 里面全部都有了 可以吗 因为剩下来 其实动作大同小异 但是 但是你看哦 我为了要做完 我写了这么多页的程式 可以了解我的用心 可是到时候 这个我是写肠癌 对不对 你要把它改成 例如说肺癌 乳癌 就这样子而已 理解我的意思吗